歌詞将音乐换死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池中物 池中有物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得多 欢迎大家收听池中物第九集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宝 连续几集讲了一些填池人和歌手的黄金组合 包括林直和张国荣 黄伟文和陈奕迅 和刚刚那集林敏聪和谭永伦 来到这一集又会讲哪一个呢 如果香港的池聪是林直的话 那池神是哪一个呢 作为池神除了要填很多歌 和他的歌词要相当好之外 还要对之后的填池人有很大的影响 而这个人就是林振强了 过去二三十年 称霸池坛的林直和黄伟文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林直他说 影响他填池最深的就是林振强 而黄伟文更加在林振强小小十周年的纪念演唱会里面 公开说很爱他 如果不是林振强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开始填池 至于上一集讲过的林敏聪 他直接说 林振强是他唯一欣赏的填池人 而另一位80年代的重量级填池人 潘元良更是林振强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说林振强出现之后 整个香港的文化都是他的主场 所以以他在香港乐坛填池界的影响力 他被称为池臣 其实当之无愧 林振强的歌词充满无穷无尽的创意 而且他的文不生猛 写歌词的手法 可以说是不乐俗套 也令人叹为观止 林振强写过很多歌给很多巨星 包括了张国荣、梅艳芳、谭明伦、林益连、张学友、陈奕迅等等 张学友甚至说过 如果没有林振强就没有今天的张学友 但合作得最多最合拍的歌手又是谁呢? 答案就是林指祥 一共合作了56首歌 而排第二合作了40首的 也是林指祥的太太叶善文 在林振强的1036首填詞作品里面 他们已经占了将近100首 而当中林指祥自己作曲的作品也有不少 其中就包括这首 林指祥作曲 林振强填词 业善文主唱的经典作品 《零时十分》 零时十分 这场看人外闻分 梅同日与正闻闻 传在月中 你太心的传 Happy birthday my love 为我现今 只得我愛我意思 爱爱独唱 只知已是 拿着两倍 凍得可不是 HAPPY BIRTHDAY TO LEAVE 年年夜雨 無言淚珠 陪我慶祝今次生生 年年夜雨 無言淚珠 齊內為我添氣風 每人夜中喘氣那面而無言 愛愛欲錯知知覺時 那著兩輩妙的香菌是 HAPPY BIRTHDAY TO LEAVE 難得找到Nam 林子祥和葉善文合唱的版本 我本身都想播完整首 不過林真強和林子祥合作的好歌實在太多 所以沒辦法 每首歌都只能聽半首 他們兩個開始合作是由1981年開始 第一首很紅的歌就是三人行 唱的人除了林子祥之外 也有劉天蘭和小妹妹詩詩 林真強很有童真寫這首歌 可以說是流行曲裡少有的風格 詩詩的歌聲代表了我們小時候的夢想 劉天蘭的演繹就是年輕人對夢想的堅持和迷惑 Alem 林子祥 講到要有勇氣和毅力堅持童年的夢想 可以說是分開了三個階段 我亦找了一個很特別的版本 分別象徵了不同階段的紅歌手 唱的除了有林子祥之外 還有陳奕迅和張敬軒 同年時奉開槍 便會忘見會飛大仗 但你問為何我這樣 失常 機將而共我 藏在那天上萬人 要用笑做個大面口 打開天上月後 齊話詩 萬丈萬丈路間 我伴我閒談 萬丈萬丈夜晚 從未得失望 萬丈萬丈路間 我伴我閒談 萬丈萬丈夜晚 從未得失望 年齡如流水般 年齡如流水般 照以十八語聲做伴 但可沒人 來我心內 孝門 聲語月兒共我 仍在萬丈內萬有 笑著哭著結伴攜手 空中半望地球 也屬鬧 是誇 萬丈萬丈路間 我伴我閒談 萬丈萬丈夜晚 從未得失望 萬丈萬丈路間 我伴我閒談 萬丈萬丈夜晚 從未得失望 从前傻头小子 言以大歌更深近诗 但已连成仰往深海斑前 而旁人仍不欢 买我自满意心做伴 但我任日路胡说正事 旁边 心就如如一 长路里相伴猛游 听着我再说过一 分担心来石头 齐话诗 漫长漫长路间 我伴我闲谈 漫长漫长夜晚 从美国是南 漫长漫长路间 我伴我闲谈 漫长漫长夜晚 从美国是南 我伴我闲谈 我伴我闲谈 听歌的时候 很多是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 其实很大 池中蜜 池中有蜜 欢迎大家回到池中蜜的第九集第二节 今集讲的就是林真强和林子强这对拍档 早几集讲的几对拍档都是填词人和歌手的身份 但Nam 林子强和林振强的合作就不单只是唱歌 作曲都佔了很大部分 而且不多不少 林振强和林子强都好像是同一个channel的人一样 所以他们写的歌都是很合拍的 林振强的作品充满了西方的韻味 非常之生活化 容易令人投入和体会歌词的情感 而林子强写的歌呢 就旋律简单 好像七八十年代的欧西流行曲一样 与林振强的风格相当配合 产生强大的化学作用 而其中他们一首合作的经典歌 亦都被很多人翻唱过 就是叫追忆 林振强又以大量的物件去突出父子情 以及用细腻的歌词去抒发密是人非的感觉 再加上Nam 写的《优美旋律》 这首歌曾经感动过很多人 大家不妨仔细听听歌词去细味一下 童年在南泥路里 新景看一对沙坝气迷人 遥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 使我开心拍着手 然而待戏班离开之后我问 你不妨仔细听听听歌词去细听歌词去细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陪回悠悠悠长老女 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 阁来回头回望去 最认为便笑便哭泣谈 热义就算哭仍私下轻行 时日在我身留下许多作人 从前从前成功我一起的 奕然在心内斗留 林振强丰富的幻想力 令他为香港乐坛做了很多好歌 当中有爱情有亲情 刚才那首追忆其实就是说亲情的 很多人以为林振强 很多写得好的歌词都是鬼鬼马马的 但其实他有很多写亲情的写爱情的都写得很出色 刚才播过的凌事十分 三人行和追忆都属于这一类 当然鬼马的歌 再加上林子祥的演绎 其实真的是天仙配来的 数到他们合作最红的歌 可以说是当年1984年 爱到发烧那时候 除了爱到发烧之外 也有首好有趣的丫妇婆 也有一首常在婚礼或抢新娘时听新郎歌唱的 《我爱你》 之后那年也有另一首《红日我爱你》 以及这首我自己好喜欢的作品 又是由林子祥作的曲 曲风是相当少有的blues 但配合了林振强的歌词 变成一首粤语流行曲 亦都相当之顺耳 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同样 亦都是很珍贵的天王巨星版本 林子祥加张学友的这一个夜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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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斑向前 跟他对着 跟他去找 我心已见 隔斑向前 跟他对着 跟他去找 林真强的离世 大家都很远识 在乐坛有很多合作过的歌手都很不舍得他 而未合作的后辈歌手 或后辈的填词人都很仰慕他 那林子强又跟他好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好到写了首歌 叫人填词 而歌名叫做林真强 首歌的歌词包含了一些林真强和林子强合作的回忆 林子强亦都在2013年那个 紀念林真强小小十周年的演唱会里面 说到他们是很熟 但问他们说过些什么 他就不记得 因为林真强说话比他更少 每次都是阿Nam 这个不是怎么说话的人说完 而林真强只是一枝一枝烟地吃下去 留下一些二手烟给阿Nam 他说到现在都未清掉 如果十年的二手烟都未清掉的话 阿Nam 的确是很想念林真强 其中一首 林真强寫给阿Nam的作品 每一个晚上 里面所描写的就是 如果你曾经有至亲至爱突然离开 而周围的一切依旧 就只是觉得身边少了一个人 在无穷无尽的思念里面 发觉自己只能做到 每一个晚上 我将会远望 无崖升海 点点星光 求曼你升祭 然点你路 丁竹风声 代呼唤 你千堂 尤其最后这句 丁竹风声 代呼唤 你千堂 在演唱会中 被阿Nam唱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其然都会想起 洋葱头 林真强 每一个晚上 我将会远望 无崖升海 点点星光 求曼你升祭 然点你路 丁竹风声 代呼唤 你千堂 老兵 每一个晚上 我将会远望 沐泰升海 点点星光 夫人們